国内疫情趋患 但本土个案却陆续再报 指挥中心宣布 16号境外移入87例 本土新增三例都是桃园个案 其中一名妇人 却是因为意识昏迷送医 才被裁剪出确诊 这名个案21605是70多岁女性 15号因为高血糖 意识不轻送急诊 裁剪阳性CT值39 但二彩却变成35 医疗发现个案在1月的时候 去当时爆发的联邦银行 办过事情 跟行员案17672 有工作场域足迹重叠 但当时1月13号 曾经被匡列裁剪阴性 因此没有被隔离 回到社区当中正常生活 有可能在这两个月之间 已经把病毒散播到 他所接触的社区 另外案21604跟21626 跟米迪幼儿园群聚相关 区隔起满之后裁剪阳性 他们是复林国小确诊姐弟党的 同住家人 CT值分别是25.8跟25.2 整起群聚已经累计34人 区隔的期间已经非常久 之后才出现了阳性 这类的话可能就要怀疑 他是不是在 区隔期间的检疫所 或者是说在区隔期间 有遭受其他感染的来源 过去两起群聚案 陆续爆出确诊者 两个月前的联邦银行 传播链又再出现 看似风平浪尽的社区 病毒并没有消灭 而是在悄悄蔓延 记者陈池炼王一仲台北报道 五星总统级的顶级食材 秘制独家配方 以十多道严谨的工序 将严选的大干贝 珍珠包 石斑 鱼菲力入将 上快点购的网站来订购 就拥有五星级的食材 同时还有推荐代码 cti999 就能够享优惠 给大家总统级的享受 小达 小达